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8分之1决赛阿根廷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上,虽然梅西的表现非常出色,但最终阿根廷还是以3比4不敌法国队,只不世界杯16强。 本场比赛可谓是一波三折,跌宕起伏,开场仅13分钟,法国队就通过点球,以1比0领先阿根廷,在上半场快结束时,迪玛丽亚以一季世界波,帮助阿根廷1比1扳平比分,下半场开场不到3分钟,梅西射门打在队友梅尔卡多角上折射破门,阿根廷2比1反超比分,第57分钟。 法国队还以阿根廷一季世界波,帕阿尔禁区前凌空抽射破门,法国队2比2追平比分,此后,姆巴佩用不到5分钟的时间上演没开二度,彻底摧毁了阿根廷人的希望。 虽然最后时刻,阿归罗打入一球,但已经为时过晚,最终法国队4比3淘汰阿根廷,晋级1分之1决赛。 比赛结束后出现了令球迷非常心酸的一幕,当裁判吹响中场哨时,梅西一个人低着头默默地走下场,从镜头看到,走到场边的梅西就这样静静地站着,目光注视着远方,眼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,此时此刻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在想着什么。 对此求尼说道,阿根廷输了,你没输,加油,希望下一届世界飞还能看到你的身体。